驻日特派员林翠怡东京一日报道 驻日代表谢长廷投书日本政论月刊4月号 除了感谢日本各界支援我国花莲地震之外 也说明M503争议航录案等我国立场 谢长廷强调台日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不管是天灾或国防安全都息息相关 谢长廷在投书中表示 台日地理位置接近且都是位于火山带的岛国 无法避免地震发生 当台日发生大规模灾害时相互支援协助救灾 人民彼此关怀逐渐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 近年来台日往来的急速增加象征双方身后的友好情意 去年一整年双方往来旅客人数达到651万人次 其中来自台湾的访日旅客高达462万人次 居外国旅客访日人数第三名 另据日本全国休学旅行研究协会统计 日本高中生前往台湾休学旅行的人数过去十年增加12倍 2016年度继262所学校41878人 无论是学校数或是人数皆高居第一 去年驻日代表处实施的日人对台印象民调也显示51% 甚至其日本民众认为台湾是亚洲各国中最感亲近的国家 超过半数以上日本民众认为台湾值得信赖 双方关系良好 未来将继续发展 在日本人心中台湾的地位重要 对台湾的国民感情良好 投书中谢长廷也提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对台湾的种种政治干扰 包括要求国际性饭店集团 航空公司或精品店等 修正将台湾视为国家的各种作为 他表示这不但伤害台湾的国民感情 也会造成实质的混乱 预约饭店与投诉 搭乘飞机时的身份确认 紧急状况时的联络 以及资料统计等都会带来不便 对于中国今年1月未经事前协商 片面启用极为接近台湾海峡中线之 M503北上航路 与该航路至中国沿岸三都市航路 谢长廷指出 这不仅对航空安全 亦对两岸关系的现状维持 带来显著影响 谢长廷表示 为期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安全 双方均有责任片面开设航路 不利台海中 现的缓冲地带 造成台海紧张 一孔将东亚全体卷入 台湾不希望军事紧张升高 呼吁两岸在无条件前提下 冲启对话 他也强调台湾的安全 由关日本安全 为解决各种问题 双方当事人的对话非常重要 并不应该无视台湾的存在 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判日本各界给予支持与协助 改天会 你 我们再复减 知道 有免费 de